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牛妈称称称 多伦多这边下周就开学了 想必各位妈妈们又要忙着给孩子准备午餐便当了 今天牛妈就给大家分享我们家每周必带的午餐 瑞典肉丸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这个是牛肉馅,大约是1300克 这个是猪肉馅,650克 牛肉和猪肉的比例是2比1 不吃猪肉的也可以全部用牛肉来做 需要的辅料油,牛奶180毫升 也可以用淡奶油代替 那样做出来会更香 鸡蛋两个,这些是面包糠 是我用三片烤过的全麦面包打碎的 这个是两个中等大小的洋葱切成的洋葱碎 调料分别是盐,4小勺,黑胡椒粉,2-3小勺 如果是大人吃的话 这两个调料都可以适当的再增加一些 首先我们先把洋葱炒一下 锅里加一小块黄油 等黄油融化之后加入洋葱碎炒香 炒到洋葱全部金黄色 盛出来晾凉备用 现在我们可以调肉馅了 先准备一个大盆 分别放入牛肉馅和猪肉馅 再加入面包糠和炒好的洋葱碎 最后加入鸡蛋,盐,黑胡椒粉和牛奶 然后我们戴上手套 把全部的材料混合均匀 混合好之后盖上保鲜膜 放在冰箱冷藏一会儿 这样可以使材料充分的融合 也方便我们一会儿搓丸子 肉馅我已经拿出来了 大约冷藏了30分钟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搓丸子了 我们用勺子先舀一小勺肉馅放在手心 然后慢慢的给它搓成一个小球 丸子的大小可以根据个人喜好 我一共搓出来60个肉丸子 然后我们可以放入烤箱450华氏 先烤15分钟 翻面之后再烤10分钟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家的烤箱 再调节一下这个时间 烤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等它放凉以后 放在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只要蒸一下就可以了 你可以搭配薯条直接吃 也可以搭配greave这个是我在IKEA 买的greave的粉 另外这个是月菊酱 我们可以搭配土豆泥这样吃 孩子们也很喜欢 这个肉丸其实很百搭 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 做汤的时候 做面的时候 都可以搭配这个肉丸 有时间的话一次性多做一些 放在冷冻 这样平时给娃带饭就会非常的方便 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